随著阿南区高雲地区領口快速行動 好好訴求及停車問題 也行為必須要解決問題 政府在民居之後是變了十三億年輕班 啟動好好立起校舍 及地下停車場進行工程 適合時代基盤擋土燈內 提供核心優勢還是環境 並且為了社區基民解決停車訴求 有在台南市阿南区的高雲地区共同學 適合早啟動立起校舍 看台下停車場進行工程擋土燈內 九分子的國小大概要4.3億 那全部都是市政府的經費 所以我們希望早日施工早日完工 能夠讓這個地方不但解決教育問題 也解決停車問題 讓大家都有一個比較好的一個教學 以及停車生活環境 我們整個二期的工程跟地下有兩層 操場下面第二兩層的停車空間 整個是共構 所以我們蠻期待的到115年底 我們是希望 原定說到116 市長說越快越好 一定能夠在115年 年底能夠整個都完成 變得是三千萬 建設兩棟施展老的校舍 建設兩棟施展老的校舍 另外又提供三百六十一會的停車位 拜託停車問題 這兩棟的四樓建築 還有這個造型優美的風雨球場 還有一個200公尺的運動場 跟地下是從這邊下去的地下兩層停車場 有三百六十一個車位 那麼原本我們現在所看到的一起校舍 將全部作為國小部來運用 那麼可以減少國中學生跟國小學生相互干擾的一個狀況 那麼原本的草地運動場 將規劃為六道標準的兩百公尺的PU寶島 所以未來我們會看到我們九份子的孩子 可以馳乘在我們的田徑場上 那麼可以看到他們的英姿 配合學校的經濟整個月 天下長的地面站 將行見標準兩百公尺的PU寶島運動中的公共長 為學校的公社區 提供更好的運動設施的環境 去吃雙一盒阿南苦彩豐富的